你想离婚但是离不掉 为什么 因为舍不得孩子放不下 怕伤害孩子 我今天就从一个婚姻心理咨询师的角度 深度地要给你们解密一下 你想离不掉真正的原因 在说之前 我先要给你们提升一个认知 生活最难的地方不是赚钱 不是让别人爱你 而是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 你要知道人都是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 如果你不能面对 你就无法解决问题 那下面我就来揭开你内心隐秘而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不敢面对 我劝你不用往下看了 你埋怨却又不离婚 是因为你们婚姻出了问题你想解决 但是你没有办法 再加上对未来的生活的恐惧 所以你只能通过埋怨来发现一下情绪 那你为什么会埋怨 是因为现实和需要不匹配 你的需要在这里 但是现实只能给到你这里 这中间差这么多 这个时候你总要找原因吧 你会把这个原因归绝于老公不上镜 老公不担当 老公总犯错误 老公满足不了你的需要 你就会埋怨他 那这个时候你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解决不了 你内心就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没法解决 你恨自己无能找了这样一个人 你把衍生出来的对自我的不满 投射到了对方身上 这会让你更加埋怨他 这二者一加起来让你一直埋怨他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因为你对未来有恐惧 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更好的生活 你不知道离开他 你能过成什么样子 即使他现在只能赚三千块 那好歹也可以活下去 可如果没有他 你害怕自己连两千块钱都赚不到 所以你宁愿痛苦 所以亲爱的你发现了吗 其实一切都是你自己在琢磨和幻想 想法让你产生恐惧 恐惧禁锢了你的行为 让你不敢真正地踏出那一步 可日子其实都是过出来的 你都不知道下顿饭要吃什么 就不要老被一个根本没发生的未来折磨自己 生活其实可以过得很简单 想要幸福就去经营 学会经营了还是过不下去 那就去离婚 想的太多什么都不做痛苦的 就是你自己了